114 文匯報 無公安流電片轉將中聯辦踢爆與警惕 2015年7月18日香港新聞A 07 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鄭志祖 中聯辦昨日在官方網站發文 指日前數十位香港市民致電中聯辦信訪部門反映 有人以中聯辦名以向其發送電話語音留言 要求福電 隨後以涉嫌洗錢等罪名 要求市民將銀行錢款轉至指定帳戶 中聯辦有關負責人本月16日透過中通社公開澄清 中聯辦及內地公安檢測機關從未也不可能直接向香港市民發送此類電話語音留言 上述行為純屬騙局 提醒市民提高警惕並及時報警 該負責人介紹 這些不法分子採用的詐騙手法通常為 以中聯辦官員或中聯辦總機名以向市民發送電話留言 以取回資料或福電聯系等方式有騙市民按錄音指引撥打指定電話 隨後不法分子自稱內地公安機關人員 案情罪通知該市民旗名下銀行帳戶涉嫌洗錢等刑事犯罪 並以可能入關被扣或坐牢個月恐嚇威脅 待市民心存而淚後 不法分子再仰其撥打所謂檢察機關電話號碼 電話撥通後另一不法分子配合常家繼續編造騙局 最終有騙市民將銀行錢款轉至指定帳戶 目前向中聯辦來電核查的市民中 已有三人自稱共被片300餘萬元 如市民提高警惕及時報警負責人表示 不法分子利用中央駐港最高機構的名義進行詐騙活動 行為卑劣 我們再次鄭重聲明 中聯辦及內地公安檢察機關從未也不可能向香港市民直接發送此類電話語音留言 此類電話均屬詐騙行為 請香港市民提高警惕 謹防想當如再遇到類似案件 建議立即報警並轉告親友 Ins einges二人 稍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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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荷